今天我们来和大家分享 她恋爱了 惊世骇俗 听说女诗人于秀华恋爱了 是当下最时髦的姐弟恋 相差14岁 于秀华1976年生 男友杨朱策1990年生 职业是在神农家养风 恋情是南方宣布的 杨朱策晒出自己陪于秀华 当秋千的视频 两人笑得很开心 从社交账号的过往内容看 她大概有过一段婚事 视频中经常有漂亮的女儿处境 小女孩看样子大约十岁上下 评论区各种声音都有 毫不意外质疑南方动机的居多 没有多少人相信 这个年轻男人感情的纯度 还有网友早已洞悉一切 这是准备带货的节奏 说吧 是蜂蜜还是腊肉 杨朱策说2021年过去了 这是她流泪最多 熬夜失眠最多的一年 自己是真心碍于秀华 没有其他目的 就是双向奔赴 自己愿意帮她抚平 之前婚姻带来的创伤 去年12月她发过一条书斋 一丝告白 两个人在一起多久不重要 是什么关系也不重要 年龄的差距更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能否走进彼此的心里 有些人在一起一天 就像是在心里待了一辈子 有些人在一起过了一辈子 却没有在心里待过一天 聊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说要写 罗拉说 求求你可千万不要歌颂爱情 放心 我相信爱情 但于秀华这里 我不歌颂爱情 也不评价她挑男人的眼光 近30年来 我国诗集销量最高的诗人 一是孩子 一是余秀华 在大家又忙又内卷 乍毛到连觉都不够睡的今天 余秀华的诗 还能有如此数量庞大的读者 说明她是一个奇迹 也注定她的一言一行 一怒一骂 都会被无限放大 46年前 余秀华出生在湖北中祥市 一个叫横店的小村庄 和800多公里外的 那个著名影视基地同名 因为出生时 稻产缺氧导致脑瘫 她的身体总是无法控制地摇晃 六七年不会走路 奶奶背余秀华去小学 遭到嘲笑 她就不让背了 自己煮拐杖走 摔得浑身是伤 别的孩子又嘲笑她 煮着双拐像个要饭的 她就扔掉拐杖 终于学会独立走路 对于尚未被文明规劝的儿童 课堂以外的校园 就是丛林世界 身体有缺陷的孩子 总是同龄人霸凌的对象 我们无法知道 于秀华受过多少欺负 高二时 一名老师嫌她卷子上的字难看 给她语文打了零分 她愤怒地撕碎书本 离开学校 家人开始发愁 这姑娘将来的日子怎么过 赶紧给她找婆家 找到的男人 比于秀华大十二岁 叫尹世平 因为家里穷 一直没娶上媳妇 在当时的农村男青年中 已是大龄 于秀华结婚时 十九岁 两人生了一个儿子 婚后矛盾丛生 互相看对方一百个不顺眼 尹世平很多时候在外打工 也不打电话 即使回家也是分房睡 尹世平唯一一次带妻子温柔 是把于秀华接到打工的地方 带她下馆子 一下子就把她感动了 心里太苦的人 一颗糖就够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一顿饭吃完 于秀华就明白了 这突然的殷勤是为了啥 老板拖欠八百元工钱 尹世平让老婆 去拦老板的汽车讨薪 于秀华不愿意 丈夫说 他看你是残疾人 肯定不会撞你的 于秀华追问 那他如果真撞呢 丈夫立刻冷了脸 后来于秀华说 我的命只值八百元 还没一头猪贵 他对这个男人失望透点 儿子两岁时 于秀华第一次开口提离婚 全家人反对 亲妈都觉得是 他脑子彻底坏了 丈夫也不同意 毕竟他没有经济能力再去 因为身体的缘故 于秀华干不了农活 出去打工也没人要 只能日复一日 囚在家里 跟无尽的家务消磨 1998年 于秀华22岁 写了第一首诗 但正式写 是从2009年才开始 丈夫对于秀华的诗 看不懂 也嗤之以鼻 文字是灵魂的探照灯 生活中很多痛苦 原本在心里左奔右突 却说不出来 直到有一根针 扑得刺破那层壁 那些感受就倾泻而出 才不至于憋出内上 写了一年诗以后 于秀华感触更深 父母会老 丈夫靠不住 儿子也会长大成家 他迫切寻找一条自己的路 可是一个身有残疾的农妇 能做什么呢 他甚至想去乞讨 还专门进了一趟城 观察天桥下的行骑者 最终怎么也没办法跪下去 他的自尊不允许 于是这个卑微的想法 也破灭了 多年来 他为二的光亮 一是儿子很优秀 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 另一个就是写诗 2015年初 于秀华那首著名的 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突然在朋友圈疯狂转发 女性如此罕见地 打碎纯情与矜持 公开表达情欲 火速引起轰动 有赞叹 有嘲笑 有谩骂 各种邀约涌来 他出诗集 写字传 逐渐有了钱 等不及要做的事 是离婚 他对尹世平说 是 我就是出了名后要离婚 只要离婚 条件随便你提 经过多番撕扯 丈夫提了条件 给自己在县城买一套房子 外加十五万 于秀华一概答应 2015年 在朋友帮助下 于秀华和尹世平 去中祥市民政局 办理手续 出来后 两人坐在一起 吃了冬火锅 摇摇晃晃的前半生 翻篇了 他把这一幕 写在了离婚证里 一叠心脆 生命里难得一字 绿色环保 和我的残疾症 放在一起 合成一扇 等待开启的门 36岁 我平安落地 至少一段时间里 我不再是走钢丝的人 离婚后的日子里 于秀华疯狂创作 坊间传说 他爱过一个年长 很多的文化人 被对方拒绝 另一段 算不上情史的情史 就是全网为官的 世爱李健 在于秀华的诗里 李健不像一个具体的男子 倒像是一个理想爱人的符号 有人说他这么做 是对李健的打扰 他火力全开 狂飙脏化 以至于一度被奉为 键盘侠客星 互联网朋克 他狂怼网友 说我的诗是荡妇体 我就是荡妇 怎么着吧 有人说 如果不是因为我残疾 我的诗不会被知晓 这么想说明你也残疾 心里残疾 你既然关心我前夫 有种你嫁给他 黑自己和骂别人一样用力 就像他的诗一样 自带一种来自大地的粗眼 诗人刘年评价于秀华 他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 就像把杀人犯 放到一群大家闺秀里 一样醒目 别人都穿戴整齐 涂着胭脂喷着香水 白纸黑字 闻不出一点汗味 唯独他烟熏火燎 泥沙俱下 字与字之间 还有明显的血污 放肆 大胆 毫不遮掩表达情感和情绪 他的字典里 压根没有事故这个词 不是每个读者 都能消化他诗中的生命 但我惊艳于 他随口说出的两段爱情观 理想中的爱情 对人的年龄和外貌 是没有要求的 要有各自独立的空间 相互温暖 取暖 当真正的爱情来的时候 它是挡不住的 爱了再说 大不了受一次伤害吧 而且年轻人 有几个是被爱情真正搞死的 挺少 真正的归宿是不存在的 这么大一个地球 我们都只是一个过客 怎么能指望 和自己同一物种的生物 能成为自己的归宿呢 那些一出生就想嫁一个好男人的女人 是可悲的 他来不及完善自己的生命结构 就已经取消了 让自己的生命 风营起来的可能性 当把这句话 对应到风波中的 90后小男友身上 于秀华的恋爱 就容易理解了 过去二十多年里 他最想要得到爱情 但一直没有实现 现在体验到了 至于维持时间长短 对方有无所图 又有什么天大的关系 有的人爱得重 务必生死弃阔 有的人爱得轻 只求曾经拥有 有的人视爱情如生命 饮震止渴也要大罪 有的人视情爱为累赘 孤身一人 心无挂爱 来人间一趟 每个人的路线和终点都不同 既然这样 幸福又哪来统一的标准 于秀华的刚烈和爆裂 不可理喻和不可理解 都是对残疾这个魔咒的粉碎 能够与爱人拥吻 被亲密关系治愈 这对于身体有残疾的人 难道不是一种成功 于秀华就像哪吒一样 灵珠和魔丸半对半 有灵珠赐予的才华 也有魔丸带来的残缺 是灵魂和肉体的撕扯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 他已经赢了 哪怕赢的姿势不好看 又有什么要紧 新周刊评价 于秀华反叛的是整个社会 对女性 农村人 残疾人 所规定的行为框架 他身体力行地反抗着 社会对个体生命的制裁 这也是虽然红黑参半 我依旧敬佩他的理由 B站一位UP主 发布过一条视频 题目叫 当你有一天不能走路 有段时间 这位UP主 因为严重的腰病压迫神经 腿脚只要接触地面 就钻心地疼 切身体会到脚不粘地的 残障人士出行有多不便 他萌生了一个想法 请来因为身体原因 经常需要坐轮椅的姐妹橙子 用一整天时间 拍摄了一组残疾人的日常 两位轮椅女孩出师不力 轮子被电梯口卡住 腾挪了三分钟才得以下楼 在小区里 几个大爷大妈 用同情兼好奇的目光 从头到脚扫射了他俩好几遍 大概很少见到坐着轮椅 还打扮如此精致的女孩 走在路上 很小的一个斜坡 或者马路牙子 都是一次考验 遇到大卡车站到 轮椅无路可走 幸好司机就在驾驶室里 经过沟通把车开走了 可要是司机不在车内呢 和盲道经常被占据一样 地铁无障碍通道 也被几辆歪斜的电动车拦住 乘地铁也不容易 站台和车厢之间 有一条缝隙 轮椅很容易翻车 必须借助外力帮助 商场里的残疾人 专用卫生间 看上去相当不错 用起来又是另一回事 洗手池下设置了柜子 好小不巧卡着轮椅 根本洗不到手 镜子位置是普通人的高度 坐着轮椅完全照不到脸 只能看见一个头顶 出一趟门回来 那位UP主的感受就是 身为残疾人 独自坐轮椅出行 要有一颗大心脏 这些设施的设计者 施工者和路过者 我们大多数都是健康人 一个无心的疏忽 就会对残障者 造成无尽的困扰 一个细节的关照 就能帮残障者 解决一点烦恼 残疾人士 要打碎苦情弱势 忍辱负重的行为框架 需要真正的同情 何为同情 于秀华这么说 很多人觉得 他们是个正常人 来可怜一个残疾人 觉得这样就是同情 我觉得根本就不是 他们就是因为 自己本身的匮乏 想给自己找一个台阶 所谓同情 就是共同的心理 共同的情感 知道他的想法 体谅他的难处 还给予实际的帮助 我见过一些人 刚开始说同情我 但后来因为我高昂的头颅 仿佛就冒犯了 他们的同情 对于这样的人 我只想说 有多远滚多远 别用你的同情 来侮辱我 一如既往的彪悍 所以于秀华的爱情 不必歌颂 也不必否定 怕与人不熟 更不需要咱们 替他操着心 于秀华老师 不管这段恋爱真假 我不祝你百年好合 只愿你尽兴快乐 感谢你的聆听 感谢您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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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聆听